可以直達天廳 向總統報告的潛艦國造小組召集人黃樹光 請辭不到三天就傳出內部文件大外洩 一份由黃樹光寫給美商前往進公司的署名信件 希望對方能如期交付產品 否則將導致海上測試延期 影響其他工藝商的合約糾紛 信件外流引發輿論嘩然 藍軍憂心國安破大洞 就怕還有其他總統級的機密文件早就被看光光 只有洩漏這些機密嗎 有沒有其他更高階的機密被洩漏 為什麼總統府對這件事情如此低調 然後整個國安單位對這件事情完全毫不重視的感覺 這個東西如果不徹查到底的話 我們的潛艦乾脆不要照 因為你的機密全部被人家看光光 是不是有涉及一些洩密的事情 建料應該認真去查 國防部說信件非機密性質 但攸關我國軍裝備 難道就能隨便讓外人看 國造潛艦每遭造價高達400億天價 美國供應商還要喊漲價 藍軍怒轟根本把台灣當盤子 這是為什麼量產型的價錢會如此之高 這根本就是被人家當盤子耍 而且還是自己心甘情願的 是不是有人在中間上下起手 你也獲得一份利益 我覺得這一切都要徹查清楚 外交部也被踢爆 機密文件被放在暗網上兜售 第一時間外交部喊說是認知作戰 內部到底查了沒 他都還沒有查 檢調沒有介入 怎麼馬上就甩鍋 也顯示出外交部隊暗網 完全的訴訟無策 那更好笑的是 我們還成立所謂的訴發部 事實上證明根本就成立一個廢物部而已 新政府即將上任 聖誕出包的外交國防 舊瓶裝新酒 顧立雄接管國防部 吳釗燮轉任國安局秘書長 機敏資料安全漏洞 如何上井發條 520後就看新的賴政府 能不能重拾國安信任 記者張宥慈 王志恆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